梁國雄議員 主席 其實 你將責任交給醫生 是非常不人道的 他們坦克不安 我坐在後面的人 已經申訴過 其實 關鍵是 施政的目標 梁靖已經說了 他是給那些人去申請 所以你們就要給那些人去申請 現在你阻礙他 我明白你的說法 如果那些人都申請到的時候 那些所謂嚴重傷殘的人怎樣呢 他嚴重傷殘 即是需要更多的 加多些給他們 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用什麼來量度呢 西班牙 跟我們的 政府的實力來講 相差多遠 是不是 那些國債被人評到已經開始下跌了 我們還要發行債券來 整望市場 要發行債券來給你們去買 收回五里息 那你制約附傾 所以其實關鍵就是 新訴書 說你不對 梁振英就說要做 王國興就很生氣 被他騙了 因為王國興投了他的票 說明是允許 你被騙了沒辦法 我幫不到 一年一年之後 他說2017年 不是 可能他立即倒台 你這麼生氣他 倒去台 壓力 全國工聯會倒去台 說明這個特首不可信 他遲早倒台 一年之後就可以了 換一個叫梁國雄的特首 就說一定有 一定尊重新訴資源公署的意見 梁議員 你想做特首留下一點 是呀 你給問問一下 即 即是主席 你知道我做來疏難 我就不做特首 即是一個不想做特首的人 的期許多過 一個正在做特首的人 有多可悲 主席 論人情論道理 這個梁振英 我知是有看的 你有看著的 我告訴你 你立即做 你不要再說話 你一指示他們就做到 是不是 皇帝下的預子 有誰頂得住呀 你騙別人 王國興 不要這樣 你騙別人 知不知道 立即做 全部公務員不用說 如果預子下來了 你會不會不做 你不會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 申訴專員就幫你們了 用多些錢 經常叫你們 來這個財政預算網 拿多些commitment 回去做 又不肯 你想不想我下次拉你 這樣 拉得的 我幫你 王國興 拉鍋的時候掛你 讓你不用寫大字 寫到天亮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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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